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赛斯在告诉我们 透过心灵能不能研究 需要解剖动物吗 赛斯在讲一门心灵科学 我不需要解剖一只青蛙 来了解青蛙的心脏是怎么跳动的 以前我们在念医学系的时候 是把青蛙解剖掉 把心脏拿出来 然后去观察它的收缩 我们还要杀兔子 对 我们所有的医学知识来自解剖学 赛斯在讲一种什么 心灵科学 我可以用我的意识 进到动物的意识里面 进到动物的身体里面 了解它的内在运作 去感受身为一只动物 它的感觉是什么 赛斯在讲一种心灵科学 而不是透过解剖 透过解剖 就好像以后跟大家讲过 早期的人类 没有科技发射卫星 做卫星的地图 可是早期人类也有地球的卫星地图 他们怎么做到的 用灵魂出体 各位我不是在讲神话 我在讲事实 早期人类可以用灵魂出体 从高空来对地球有一个卫星式的 一个影像 他们并不是透过我们认为的科技 所以我们的科学只是一种研究大自然的方式 而且是一种外在的方法 它不是透过所谓的感受 它不是透过跟万物连结的这样的过程 然后我们再往下 好 你可以从内在体验这样的一件毛外套 以及猫科动物其他配备的感觉 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这约略相当于我旅行到其他层面的类比 所以赛斯说 他没有办法旅行到比他的层面更高的地方 因为那里的 比他更敏锐的感官会立刻感知到他 这种事在我们的层面 并不是沿用的规则 那即使感官有他的限制 那你们可以知觉到赛斯的在场 只不过他的层面发展得比我们的层面更进一步 所以各位 当赛斯来的时候 鲁伯家的猫跟鲁伯家的猫是有觉察到的 因为猫的感官比较敏锐 所以的确猫跟狗可以看到人类看不到的 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是啊 所以你们知道有一种叫狗的哨子嘛 吹出来人耳是听不到的 有没有 但是狗听得到 对 所以赛斯讲 当他旅行到一个更先进的层面 那几年会知觉到他 是当他来到我们的层面 不见得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在场 赛斯再讲另外一种太空旅行 真正的太空旅行 是一种精神的旅行 它涉及到把你的意识 传送到另外一部空间 赛斯讲得很清楚 人类最后发展的太空旅行 绝对不是坐太空船 因为要到最近的能居住的星球 至少都是几万光年 各位 什么叫几万光年 光要走好几万年 你到那边都几岁了 先把你动成冰棒 在那边到那边在解冻吗 你到那边 你都不知道有后代几个子孙的 各位了解吗 可是空间是什么 幻象 而最后人类要发展出的 是一种什么 精神太空旅行 因为本来空间跟时间就是幻象 就是幻象 是我们的肉体感官 给我们以为的一种距离感 那是因为我们在肉体感官 才觉得它是一个实际的现象 是幻象 是幻象 其中一 我们也会做梦 看到龦 无论